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呐 真的假的 体讯来得太突然了 替你们开心 为你高兴 还被网友调侃 是不想随分子前 今年八月底 他就被拍到了一次怀孕 不过当时说是穿得宽松而已 现在想来 应该是没过三个月不能说 阿美最早连熟玛丽 是她和和就一起演过的小品超幸福鞋店 和老师一声质问 说实话 来自台北的Mary 一下子现出原形 变成来自东北的玛丽 后来她就成为了逆时针转的老太太 和萌姓大笑的女老板 几乎可以说是承包了大部分的包袱和笑点 夏洛特烦恼里的马都没有 是鹰飙腔的体育特长生 性格雕悍又粗暴 力气大的像头牛 楼下老大爷的那句马都什么 什么都没有 马什么没 这句经典台词 也成了大家玩的乐此不疲的梗 那年夏洛特百恼攻下14.6亿票房 成了年度最佳喜剧电影 最后在电影修修的铁拳里 玛丽终于饰演了温柔可人的记者马小 但却因为和爱迪生互化灵魂 她又是简单粗暴的操汉子形象 光着膀子开门 猥琐的残关女早堂 直播铁拨顿自己 还扒了男演员的内裤制造笑点挣脱 她也凭借这两部超高票房的电影 战获双十 一电影女主角 事业流程的她 感情也变得顺利起来 早在去年医院 玛丽和男友许文贺 就被媒体拍到牵手同堂 许文贺还化身小奶狗 以为在玛丽的肩膀上 甜蜜都快溢出屏幕了 被拍后第二天 玛丽就在微博上大方承认 你们辛苦了 我们一定会好好的 今年4月11日 玛丽在朋友圈晒照公布自己领证结婚 玛丽派出结婚证与结婚照 甜蜜宣布 嫁了 随后 新郎许文贺在微博公布婚许 写道 等不了长发击腰了 现在就娶爱演员玛丽 玛丽丽玛甜蜜转发 我头发还没你头发长呢 不等了现在就这样 吼甜吼甜的 老公许文贺1993年出生在北京 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 后来又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 作为科班出身的话剧演员 目前为止只演过一部电视剧《烽火英雄传》 在里面饰演一位没有姓 名的日本军官 她也是玛丽在开些麻花的同事 两人经常合作表演 想比也是久半生情 从小有强的玛丽 起初对这段感情是犹豫不决的 许文贺欠而不舍的追求打动了玛丽 这对相差11岁的姐弟恋 如今已经开花结果 阿妹也和大家一起期待小宝宝的降临 阿妹也和大家一起期待